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原工商鋪資訊台的直播 我是今天的主持April 在我身邊的就有我們中原工商鋪董事總經理 潘志明先生潘總 潘總你好 是 你好April 見到我和潘總開Live 就知道市場上有一些重磅的消息 要和大家分析和分享一下 美國聯儲局在香港時間 今天凌晨就宣佈再加息0.75厘 加息幅度在1990年代以來 最嚴厲的加息措施 潘先生 我就想問一下你 自3月以來到現在7月 一共加息了4次 總共是2.25厘 其實預計香港的銀行會不會跟隨加息 大家都很關心 還有就是對於香港的工商鋪市場 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就是我們上一次和大家講過 譬如好像6月份加息4.3厘 其實對於市場當然是有一定的影響 我們先看香港一般的銀行按揭 分兩種 一種是用hyber去加 或者用p去減 這樣做按揭 但是自從上一次加息之後 其實hyber都升了不少 我記得6月份和大家講的時候 hyber都還在講0.5幾 如果就算0.5幾加1.幾 供樓利息都是低於2厘 但是現在大家看看 其實hyber已經去到超過1%了 如果按現在的水平去看 都很接近 有些按揭合約的封頂位是2.5厘 所以如果大家看看 如果今次香港的銀行不跟隨的話 都很有可能在下一季或者再下一季 就有機會分兩個階段去p rate加 當然市場消息都有說 可能去到第三季尾 可能是先加0.125 然後去到第四季可能又加0.125 變了令到p 很多銀行的大p說5% 可能都會加 可能加到p去到5.25 甚至去到5.5都不頂 如果說回這個 舊有的一些按揭貸款 就未必受影響 因為它是受封頂2.5厘的保護 但是新簽的按揭合約 可能會加一部份也不頂 這個就要一直觀察 但是似乎加息週期一路開始 預計聯儲局也說了出來 接下來還有機會去再加 可能九月份也會再加 但是當然加息的幅度 就看看會不會緩和一些 未必是去到0.75 看看會不會去到0.5 其實主要原因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看看 現在整體經濟局勢 下行的機會都是大 尤其是美國西方國家 現在很多都是在面對通脹的壓力很大 現在的方法就是希望能夠一路加息 去壓止那個通脹 現在美國通脹 其實就 如說這幾個月的升幅都不少 最新通脹率都去到超過9% 跟之前的8點多 又有一定的升幅 還有其他歐洲國家 都受著很多近期的不利消息影響 尤其是一些戰爭的消息 大家看到 對於通脹影響得比較大 因為都是擔心一些能源危機 糧食的危機 亦都加重了很多運輸成本 所以其實香港很多市民都感受到 就是陸陸續續 大家看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都一直在加價 所以加息這個 我看接下來都是事在必行 美國加息 美元強勢 會不會令到一些外資都會回流回美國 那對於一些外資基金去買工商鋪 會不會有影響呢 其實如果我們說回 加息對於工商鋪的影響 那很老實 影響一定有 因為始終加息 對於很多公緊樓的業主 投資者來說 都是加重了負擔 現在你看回那個息口加了上去 其實平均每一個月的公款 可能都比之前加多了十幾個百分比 已經 好了這個影響所及 就是工商鋪市場 其實在七月份 那個成交量是進一步萎縮的 成交量少了 主要大家都是一直觀察著市場 還有大家看回 一般如果說工商鋪市場來說 它投資味道比較重些 跟住宅有少許分別 住宅是以剛性需求為主 就是你必須要住的 那你就買樓去住 但是工商鋪是以投資為主 很多都是投資者 譬如買入一些工商鋪物業 收取利息回報 或者回報率高一點的 就買下去 又可以抗一下通脹 第二也是買它的升幅能力 所以在現階段 大家看 雖然是受制於息口的加幅 但是對於工商鋪的資深投資者來說 其實他們是正在追求機會的 而剛才提及那個 會不會美國的加息呢 令到一些資金回流回美國市場呢 其實大家看回香港這個工商鋪投資市場 如果說近兩三年 其實都不少外資基金有入市香港的 但當然他們不是入市一些 零散的住宅單位 零散的工商鋪物業 反而他們是比較有興趣 他們是買入一些大宗的交易 譬如傳動的工業大廈 上半年都成交不少了 那好像一些物流貨倉 動倉 或者我們叫data center 那些數據中心那些 都比較熱衷去投資 還有一部分呢 可能是投資一些 舊式的工廠大廈 測卸重建 那這個呢 就會對於他們的資金投放呢 未來的升值空間就會比較大些 一般大資金就不是說 就這樣買個物業去收那個租金回報就算了 那多數都是做一些增值啊 改裝啊 重建的工作呢 就令到他們的那筆資金呢 可能未來三年啊 兩年呢 就可以有一個大幅一點的升幅 那這個都是 香港這個特殊環境呢 對於一些外資的基金呢 都依然有它的吸引力在這裏 明白 那潘先生 你對於一些業主啊 投資者 可不可以給一些提示 建議大家呢 是 那其實當然第一呢 就 現在在加息的情況下 和加息周期就一直在開始 那事實上都是會加重了那個工款的負擔的 那所以很多業主在這段時間呢 也都如果在早期叫價比較高啊 或者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期望呢 那在這段時間可能都要接受一下現實啊 因為始終市場呢都是以成交主導啊 那如果成交有出現 那就證明了價錢有承托力啊 如果叫了價錢都沒有什麼特別 客人還價呢 可能的索價就會偏高了一點點 那加上近期有了這些不算太利好的消息呢 就算有買家看對的物業還價呢 都可能會還得比較低一點點 那作為業主當然就要視乎自己實際的情況啦 那當然我知道這段時間呢 就很多不同原因的業主 都去沽貨都有它的理由啦 那當然有一部分如果真的受著一個比較大的經濟壓力呢 那其實這段時間如果真的要沽貨的話呢 那都要掌握機會啦 那看看如果那些買家 依然是有機會入市的話呢 那在討價還價那裏 那裏就作出一些調整啊 那作為投資者那些當然都是要小心啦 是要衡量自己的實力啦 因為接下來的經濟呢 可能會有些反覆啦 或者疫情啊 各樣東西都有些反覆 那還有香港整體的市況呢 那大家都是一直觀察啦 那譬如新政府上場之後 會不會對於通關的條件上面 可以作出一些對香港有利的一些措施去做呢 那現在一直都是在討論著 那就是關於通關啦 會不會是不需要隔離啦 用紅馬、黃馬、綠馬 就是跟澳門、大陸的方法 會不會好些呢 那一直都在討論著 那似乎呢 就都有一個進步的空間在那裏 那也第二 大家看回呢 就是疫情防控那些 那都是周期性的 那如果疫情緩和了之後呢 那我相信很多經濟活動都會回復 那但是當然投資者呢 就要量力而為啦 那如果大家是看對一個物業 又認為自己的負擔能力夠 銀行那個按揭也都可以辦得到的呢 那當然就不妨在這段時間 密識一些心儀的工商店項目 那最近我們看到很多不少的成交出現呢 都有價格上的調整 那這個呢 就叫做有危有機啦 那以往很多 就是珍貴的工商店物業呢 很多業主都不是輕易放出市場的 那這段時間呢 就可能會多貨減了 那甚至我們最近看到呢 有部分的銀主貨出現呢 都出現一些 即是挺搶手啊 好幾台客去競爭 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那所以呢 其實市場呢 就成交就會出現的 最重要呢 就是看回 就是討價還價那段時間呢 買家是不是爭取到一個優惠的買入條款 令到他們買入了之後呢 未來的升值空間大些 那所以我估計近期呢 都會有機會看到多些市場的貨種出現 那投資者就要多些做工貨了 那做足工貨 然後才下注呢 那成功機會就會大些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都很感謝潘先生和我們分析 今次美國加息呢 對於香港工商店市場 以至一個香港經濟的影響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 就記得comment、lik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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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